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承诺给我们的观众带来好奇和愉悦。 首先,我们将揭示肖战的影响力如何将NARS推向成功的顶峰,成为全球品牌大使。 让我们一起惊叹,探索它与NARS合作的变革性影响,以及它的魅力如何将这个品牌提升到新的高度。 但这还不是全部。准备好满足你的味蕾,我们将揭示Carty Coffee与Dub Chocolate合作的飞速成功,由王一博和肖战担任他们的魅力代言人。 加入我们,深入探索咖啡与巧克力相遇的美妙世界,发现这个令人难以抗拒的合作背后的魔力。 请继续关注,我们将揭示这些迷人的故事,并为您带来有关肖战、NARS、Carty Coffee、Dub Chocolate等的最新动态。 准备好被迷住,启发和引起好奇心吧。 肖战的影响力推动了NARS成为全球品牌大使的巅峰。 在全球品牌大使的领域中,很少有人能像肖战一样拥有如此多的影响力,并以如此热情地吸引观众。 以其在演戏、唱歌和模特方面的多才多艺而闻名,肖战与纳斯的合作已被证明是一场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将该品牌推向了成功的顶峰。 作为一个文化偶像,肖战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他与纳斯的合作不仅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而且在全球消费者中产生了深远的Resonance。 他词性的魅力和真实的吸引力与纳斯的创造力、包容性和自我表达理念完美融合, 打造出一种超越地域界线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肖战作为纳斯的全球品牌大使的影响力在多个方面都能感受到。 他在促销活动中的存在,无论是通过印刷媒体、电视广告还是数字平台, 都显著增强了纳斯的品牌认知度和消费者参与度。 此外,他对美容和时尚的真挚热情为纳斯的宣传信息注入了真实感, 与具有鉴赏力的观众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联系。 除了传统营销领域,肖战的影响力还延伸到社交媒体, 在那里,他庞大的粉丝群迫切期待着他的认可和推荐。 通过战略性合作和互动参与, 他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数字存在来放大纳斯的影响力, 并培养了一群忠实的爱好者社区, 他们热情地拥抱着该品牌的产品和理念。 此外,肖战作为纳斯的全球品牌大使的角色, 不仅推动了纳斯成为美容行业的领军者, 还促进了有意义的文化交流。 他对多样性的包容和社会责任感, 体现了纳斯自身的价值观, 促进了一种超越纯商业行为的共生关系。 总之,肖战与纳斯的合作体现了, 远见着实的品牌与有影响力的大使之间合作的变革力量。 他们不仅重新定义了美容标准, 而且还引发了一个围绕自我表达, 赋权和包容性的全球运动。 在肖战的引领下, 纳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 照亮了通向美丽无界的未来之路。 今天对于Cartic Coffee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订单络绎不绝, 凸显了他们与Dev巧克力的合作的成功。 这一成就证明了这两个备受喜爱的品牌之间, 战略合作的重要性, 更得益于两位异常帅气的代言人王一博和肖战的支持。 Cartic Coffee精致的咖啡配方与Dev巧克力的醇厚甜美完美融合, 迷住了全球消费者的味蕾和心灵。 这种和谐的搭配体现了一种美妙的风味交响曲, 即使是最挑剔的咖啡鉴赏家和巧克力爱好者也会心持神往。 作为娱乐界备受尊崇的人物, 王一博和肖战的影响力无一再推动这次合作,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们的磁性魅力, 加上他们在不同人群中的巨大知名度, 极大地增强了Cartic Coffee和Dev巧克力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作为这些备受尊敬的品牌的大使, 王一博和肖战体现了精致、魅力和真实的本质。 他们与Cartic Coffee和Dev巧克力的联系不仅提升了品牌形象, 而且深深resonades于那些欣赏他们的才华和人格的消费者心中。 除了担任代言人的角色, 王一博和肖战也象征着一种超越国界的文化现象, 团结了全球粉丝。 他们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以及与观众深度沟通的能力, 使他们成为Cartic Coffee和Dev巧克力的完美代言人。 在庆祝这次合作的成功时, 我们向Cartic Coffee和Dev巧克力表示忠心的祝贺。 在王一博和肖战的带领下, 这些品牌注定将继续征服人们的心灵, 挑动味蕾, 并与全球消费者建立持久的联系。 为这种卓越、精致和不可抗拒的魅力的合作而欢呼。 十惨。 赵丽颖颇天富贵, 工作室却被粉丝无情嘲讽。 3月110日, 赵丽颖工作室发布了一条 关于赵丽颖获得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AFA新世代奖的消息。 这个奖项的含义不仅对赵丽颖个人演技的认可, 也代表了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 然而, 在活动之前, 工作室一直没有任何动作, 未发布任何图片, 粉丝们十分着急。 因此, 赵丽颖工作室还没有发图登上了热搜榜, 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和调侃。 赵丽颖工作室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一组九宫格的照片, 但粉丝们却发现这组照片可能并非原图。 这一发现引起了人们对工作室发布照片质量的严格要求。 赵丽颖工作室的这次迟迟不发图的事件, 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和嘲笑, 并反映了相似事件的出现。 粉丝们纷纷留言调侃工作室的速度缓慢, 甚至有人说笑赵丽颖工作室的速度, 还指望他成为黑客。 这样的嘲讽言辞让小事不禁感到压力和困惑。 尽管小事努力抛出了九宫格照片, 但仍被粉丝们怀疑不是原图。 这种细微的细节差错, 让小事倍感焦虑, 感觉自己被人时刻检查着质量。 赵丽颖工作室的迟迟不发图, 事件和关于照片质量的质疑, 引发了人们对赵丽颖和工作室的关注和热议。 人们纷纷表达对赵丽颖的喜爱和对他投身演绎事业的认可。 赵丽颖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演员事业, 用实力证明自己, 他勤奋拍戏,作品质量不断提升, 受到观众们的喜爱和赞赏。 赵丽颖工作室的这次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 讨论赵丽颖和工作室的表现。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对过去类似事件的回顾和对社会影响的思考。 对整个事件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 赵丽颖工作室的迟迟不发图和照片质量质疑事件, 让人们对工作室的专业水平产生了质疑, 对工作室的口碑和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 这个事件也让人们对明星工作室的运作和宣传方式进行了讨论和思考, 明星工作室在宣传过程中应该如何更好地与粉丝沟通和交流。 对于整个事件的影响和赵丽颖工作室的表现, 可以进行一些疑问式的提问, 这次事件是否会让赵丽颖工作室更加重视与粉丝的沟通? 明星工作室在宣传中应该更加注重细节和质量, 避免出现类似的失误吗? 最新进展中是否出现了工作室对事件的回应和解释, 能否消除网友们的质疑和不满? 来说,赵丽颖工作室发布新闻的迟缓和照片质疑事件,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人们对赵丽颖的喜爱和工作室的表现进行了评价和讨论。 这个事件引发了对明星工作室运作方式的思考, 对明星的宣传和形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次事件是否能够引起赵丽颖工作室的重视和改进, 让我们拭目以待。 赵丽颖是一位备受关注的知名艺人, 她的事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然而,最近一则关于她工作室遭到粉丝无情嘲讽的消息, 着实令人感到惋惜。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赵丽颖无疑经历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她不仅要应对来自媒体的关注, 还要承受粉丝和公众的各种评价和评论。 尽管她在演艺圈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但也难免会遭遇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挑战和困扰。 粉丝是艺人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她们的支持和喜爱是赵丽颖能够取得今天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当粉丝的态度转变为无情嘲讽和批评时, 这不仅给赵丽颖本人带来了困扰, 也让她的工作室陷入了尴尬境地。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赵丽颖的工作室代表着她的形象和声誉。 因此,工作室遭到粉丝的无情嘲讽, 不仅仅是对赵丽颖个人的攻击, 更是对她整个团队的不公平待遇。 这无疑会给赵丽颖和她的团队带来极大的困扰和压力, 影响她们的工作和生活。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作为粉丝和观众, 应该更加理性和尊重地对待我们喜爱的艺人。 我们可以通过支持和鼓励, 为她们的事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和帮助, 而不是给她们制造困扰和压力。 同时,赵丽颖和她的团队也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相信她们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继续前行。 总的来说, 赵丽颖工作室遭到粉丝无情嘲讽的消息 让人感到实在是十分惋惜。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看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让赵丽颖能够继续在演艺道路上 闯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